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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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請向給大人請安 現在小心大門請請 謝謝 謝謝 哇喔 我今天又來到這一家店叫做 玉仙都 天啊天啊 又是這樣子的餐廳 我到了裡面呢 這個就是 中國皇家菜博物館 這間餐廳 哇 很多穿的這個 格格跟皇家的衣服 在裡面 這就是剛剛迎接我的這些格格 賣的 你好 我要去 你好 林熙香 我要去翠明閣 去翠明閣是吧 你好 這邊請 好 謝謝 謝謝 哇 我拍一下 不好意思久等 哇 OK 好 鄉下來了 對不起 好 我們來請坐 謝謝你哥哥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菜單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菜單 他的菜單 他的菜單都是套餐式的喔 這個是488的套餐 然後 688的套餐 OK 888 全部都是 一個吉祥話 還有1288 最貴是1288 好 這就是他們的Menu 都是套餐式的 然後呢 世界領袖蒞靈喔 喔 這是誰 這些世界領袖我怎麼都不認識啊 好 我都不認識 原來我剛剛 看的那個菜單是小兒科 他們有最貴的菜單 1888 2888 3888 688 我們來看6888是什麼 天啊 6888一個套餐 一個人 6888 豌豆黃 驢打滾 你騙我 這樣又6888 然後來介紹一下 6888是什麼 鮑魚 喔 魚刺 雪花牛 喔 櫛瓜中 鱈魚 OK 好 唉唷 天啊 好 知道了 太奢華了 來 介紹一下這是什麼 裡面是綠豆粉 然後有兩根北極貝 綠豆粉 然後有北極貝 菜這樣怎麼樣 菜的話是 就是五彩鮮味冷頭盤 五彩鮮味冷頭盤 五彩鮮味冷頭盤 好 謝謝 兩個禮拜 好 你們打算嗎 就在那個哪玩嗎 等一下我先拍一下 看他這個冷頭盤裡面有什麼 這就是麵嗎 好 吃囉 這個是他們的育前刺點 四樣小點心 表演 來我們來看一下表演是什麼 傳 康朝公主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好 哥哥 山珍鲍鱼結瓜粥請分享 山珍鲍鱼結瓜粥 好 謝謝哥哥 哇這個鲍鱼 這個鲍鱼 節瓜 哇這個鲍鱼 好肥啊 好棒啊 好哥哥又幫我們準備了一個節目 我 可以上了嗎 船上奏樂 我太想看他了 好,來 我今天就不要拍我自己了 我就拍他們的這些 噱頭好了 哇,這個噱頭真的太多了 又有一個表演 好的 哥哥 傳蒙古哥哥 蒙古哥哥 蒙古哥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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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廷的 宮廷的 那第二場呢 第二場是唐朝的 唐朝的 唐朝的 哦,然後剛剛是蒙古的 對 宮廷的,唐朝的,蒙古的 你是清朝的 對,我是清朝的 好好好,謝謝 謝謝清朝的哥哥 謝謝 好 好,剛剛這個蒙古的哥哥 給我們帶了這個 欸,這個叫蒙古叫什麼東西 卡達 卡達,是不是 卡達 好 但是我要把它拖下來 因為這樣吃東西不方便 這一道菜 鐵石 蔥頭山洞和牛芳 蔥頭山洞和牛芳啊 對 哦 這是牛排 是不是 和牛 和牛 哦 5A和牛的牛排 這就已經不太玩 不太玩 像是宮廷菜 哦 吃牛排哦 你看看 這個是繁龍金魚 感覺是蛋白 質gebra 繁龍鯨魚啊 對 是金魚喔 金頤魚 金頤魚 對,因為它是用 一個 Is 一個是一面是蒹的 一面是煎的 所以是金�銀兩面 哦,那是什麼魚 什麼魚 就是一種淡水魚 一種大 可可 哥哥你這樣不行 wahrca 就是一種淡水魚 好 謝謝 你要培訓一下哥哥 金銀魚 但不知道是哪種魚 淡水魚 船 膳房掛爐 香來飄 這個是我們的早木烤鴨 烤鴨 這個就是北京的烤鴨 你說他叫什麼名字哥哥 扇房掛爐 香來飄 那就是烤鴨 扇房掛爐香來飄 它是掛爐烤鴨 它是用早木烤出來的 早木烤出來 這個是皮蛋雞湯進現菜 皮蛋雞湯進現菜 這個是雞湯 裡面有皮蛋 皮蛋雞湯 所以這個湯可以喝嗎哥哥 可以的 謝謝哥哥 這是鮮奶燈籠油條 好 裡面是鮮奶燈籠油條 鮮奶燈籠油條 鮮奶燈籠油條 看起來像個南瓜一樣 是不是啊 是的 哥哥好可愛 謝謝 真的很喜歡 這個是玫瑰泡泡泡 糕 然後裡面是玫瑰花蟹 然後這個據說也是慈禧最喜歡的一道麵 要不要餵它 裡面是什麼東西 裡面是玫瑰花蟹 玫瑰花蟹 是不是玫瑰花蟹 蟹 蟹 內餡的蟹 然後這個也是有獲得 菲菇霧之外化遺產 哎呦哎呦,好,谢谢哥哥 来,哥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面炉,然后这个是 粘面的是不是? 对,可以加面里搅拌 加在这个白面里面搅拌 然后第一个的是炸酱的 第二个是西红柿炒鸡蛋 第三个是小炒肉和茄丁 茄丁是稍微的辣 炸酱面哦 然后这边有红瓜丝,萝卜丝,葱和蒜 这不就是炸酱面吗? 这就是炸酱面吧,但是它有不同的酱给选 但是我只能选一种酱,我不能混的 混的就不好吃 我觉得你们太骗了 混着怎么混? 西红柿跟炸酱混吗? 可以混在一起 好怪哦 蛮多客人喜欢这样吃的 好,我来试试一下 或者我给你拿一个小碗 我将这四个菜有没有 谢谢哥哥 这个是蒜香妙龄哥 哦,蒜香妙龄哥啊 他几岁啊 具体的在用他说 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年龄 非常美好的一个年龄 非常美好的一个年龄 就把他吃了 哥哥真幽默啊 妙龄哥啊 好,谢谢谢谢 这个是松仁葱油炒淮山 松仁葱油炒淮山 好,谢谢 好,我们又加了两道菜哦 一个乳哥 一个炒淮山 哇 是鲍鲍鱼豆腐团子肉 鲍鱼豆腐团子肉 鲍鱼豆腐团子肉 这个是东坡肉嘛 一大块 鲍鱼 鲍鱼 红烧肉 红烧肉 来 今天的最后一道菜 这个是青椒黄小米海参 小米粥 配一个海参 哇 好,OK 结束这一天 结束这一天 太夸张了 他都说结束了 好 我们已经吃完 吃完晚餐了 今天很开心 旁边这位鲍鲍鱼 来替我们 服务我们今天的晚餐 来,鲍鲍鱼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B 我叫B玉利 B玉利啊 哪个B 毕业的B 毕业的B 好,OK 好,那鲍鲍鱼 这家餐厅叫什么名字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家餐厅叫玉仙都 就这样 对 欢迎大家来哦 好不好 你要说一句 欢迎大家来用餐哦 鲍鲍鱼你几岁 我21岁 才21岁的哥哥 所以来这边吃饭 你就可以遇到哥哥 OK,好 是的,是的 下次见 拜拜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要走之前呢 哥哥送了我们一个礼物 来哥哥,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面试礼盒 嗯 然后 就是制作的 没有什么添加剂 还有个伴手礼回去 哇,这个要冰起来是不是 对 这个要 冷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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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藏到冰箱 好,我住旅馆 我的冰箱很小 没关系 放前台吧 前台可以 只能放前台 好,知道 谢谢哥哥 谢谢 谢谢哥哥 走咯 好,感谢哥 好,朋友 不光我 好,好 好 谢谢我 我做什么